我是絕對不會和解的 花完我所有的積蓄 我就要把這個白癡告到死 基本上不是你死就是我死嘛 這是他的原話 那就來吧 我只能說啊 我真的沒什麼好失去的 單挑不敢 預謀犯案 繞一堆人來店裡面 尾用尾的 真的是 拿著連個男人都不配 真的就是個腦XX 腦XX 連個人都不配當 今天呢 其實也很簡單啦 順便跟大家報個平安 也還沒死 這樣 因為前幾天的確腦震盪不太舒服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體驗過 腦震盪的感覺 腦震盪呢 大概就像是你的腦子呢 變成一個鬥花 你能夠清楚感受到 你的腦子在搖晃 只要一動你的頭 你的鬥花就會在晃 然後你就會頭痛 大概是這樣啦 那 首先我要聲明幾個立場 那第一個立場呢 就是我是絕對不會和解的 花完我所有的積蓄 我都要把這個白癡告到死 紅波操這個腦XX 基本上 就不是你死就是我死嘛 這是他的原話 那就來吧 那我只能說啊 我真的沒什麼好失去的 那於這個狀況呢 是我的確是我意想不到的 我沒有想過會有一個 製媒體 會有一個所謂的網紅 所謂的有錢人 因為 從以前啊 我 我看到這個社會上面 我本來以為有錢人 多多少少可能沒有那麼社會化 可能家庭教育不好啊 或者說寵壞了 第一個例子是中培生嘛 我現在遇到這個黃博超之後 我瞬間喜歡上這個中培生了 原來中培生也是挺有文化的 就是要打 好 那就全集規則嘛對不對 這個黃博超 單挑不敢 預謀犯案 繞一堆人來店裡面 唯 用唯的 真的是 他媽的 連個男人都不配 當個男人都不配啊 黃博超 真的就是個腦 腦中 連個人都不配當 我以前常常說啊 就要嘛 就直接把我打死 不要讓我講話 你沒打死我 那我這嘴巴就停不下來了 我這輩子 我這輩子 就嘟你一個白行 我後來總結一下網路的風向 那我得知黃博超呢 在臉書有買大量的網軍 買了四五架 有一家獨家點名說 只要是關於 講我好話的新聞 都是不敢爆的 是不可以爆 所以臉書的這個 風向 所謂的留言 大家看看就好 那基本都都是網軍在操作的 那反正 我跟他之間也不太需要 提所謂的證據了 我以前跟館長在吵架的時候 沒有證據 基本上我是不會講 任何 那些没有被证实的话的 但鱼这个人呢 我无所谓了 要打模糊杖 要打尼巴杖 那就来吧 对不对 那反正吵架 我最喜欢了 那吵架归吵架 你看我之前跟这个 所谓的陈志涵在吵的时候 基本上啦 没有踩到我的底线的话 我都不会动真火啦 就是超好玩的 但是鱼这个人呢 我认为我自己 已经不需要再控制了 我自己看起来是这样啦 所以与黄柏超这个人呢 基本上 呃 我后来总结了一下 就是这个人 教育程度偏低啦 我觉得家庭给他的这个观念 可能让他有一点扭曲啦 我不知道是不是跟家庭 有一些比较 可能有兄弟姐妹 他的兄弟姐妹可能比他成功 所以他是在家里 比较不被爱的那个小孩 所以他不断在证明 自己啦 你们能够理解嘛 就是 做了很多 本身家庭 要求他的事情 却做不到 所以他在另外一个领域 去做出一些 想要做出一些成绩啦 那比如说 可能混个兄弟 比如说 东刀东腔 那这种状况呢 就是家庭本身没在做的嘛 但是他就是愿意 去做这些事情 告诉自己的家庭 他做得到 那大家 看了一清二楚的时候 大家可以去理解一下 这个人到底是 多么可悲的一个人 就是能够在一个这么富裕的家庭 能够长成这个样子 44还是43岁 能够做出这样子的行为 我是无法理解的